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看到的一篇网络文章 很短,但是挺有意思 我改一句名字就是终生受用的四句说话 第一句就是与其根根继架,不如狐狸狐逃 他说人这一生要想人家认可你 你就不要随时随地计算自己的得失 每一个人心里其实有一个情在里 因为公道自在人心,人家自己会衡量 应该糊涂的时候,你就糊涂一点 应该眉眼,你就不要争开眼 乐得糊涂,这是一个智慧 如果根根继架,就是愚蠢 人之所以快乐不是我们拥有的多 而是我们继架的少 另外一句就是与其磨擦争吵,不如心平气和 不讲道理的人,你无谓废心跟他解释 认知不同的人可需要强行融合 不需要别人接受你一套,你又不需要你他一套 身边不开心的事,每天都有 只要在我们道德底线的前提之下 我们可以容忍别人 等如容忍自己一样,那就容易过了 一生人不过是三万日,干干净净肉做人 踏踏实实做事,你不要争争炒炒 一会儿一会儿就老了,何需这么执着呢 所以就希望大家不要争吵 心平气和地过日子 第三就是说,既然没办法强求 不如学会知足吧 人一生里面有两件事我们求不了的 第一件事就是我们在这里出生 第二件事是我们离开 这两件事都不是我们能力想改变得到的 既然我们没有办法强求 不如好好地把握中间这个经历的过程 好好珍惜我们现在的日子 将生活当成一个历年 你走得慢一点,看得淡一点 那你的心路就会放宽一点 你的心态再放平一点 那你的日子就很舒适,很容易过的 你学会知足,学会看淡 知足者常乐,看开者就会无忧 何乐而不为呢 第四就是如果不能改变 不如试着色怀吧 看清情况,认清这个事实 过去是没办法改变的了 唯一可以把握的就是现在了 只要珍惜此时此刻 我们尝试一下拥抱过去吧 在过去之中学习 让自己回归内心的片刻安宁 不要再去计较得失了 不要再挑剔别人了 你的心安住在现在 安住在现在的圆满里面 因为当下就是你的归处 如果不能够改变的 试着去释怀放下吧 是不是这四句话真是很透切 令你可以看淡人生 面对人生没有那么多的执着 是不是这件好事呢 有点好事呢 好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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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事呢